使用 Play Store 下載 E-Class Apps 在搜尋連打 ECLASS 然後按綠色圖示 按安裝 安裝完成後按開啟 在學校名稱打 LLC 選取校名 然後再使用學校提供的帳戶和密碼登入 入到主目錄 將屏幕向下拉 以更新資料 選擇要簽署的通告 選取合適的選項 然後將通告推到最底部 再按簽署 已經簽署的通告 將會顯示成為已簽 使用 E-Class Apps 檢查功課 按左上角注目錄 再選加貨表 進入之後 將屏幕向下拉 以更新顯示內容 選未到期 將可以顯示全部要叫教的功課 使用 E-Class Apps 檢查功課 使用 E-Class Apps 檢查常用資料 按左上角注目錄 再選 學校宣佈 選取要觀看的資料 例如 校巴時間表 下載 下載 所需 附件 使用 E-Class Apps 檢查功課 按左上角注目錄 再選 校力表 按不同月份 以檢查 學校活動 使用eClass Apps 檢視即時訊息 按左上角主目錄 再算即時訊息 檢視學校發出的通知事項 使用eClass Apps 檢視另外一名子女 按左上角主目錄 再算我的帳戶 選取另一名子女的頭像 再以同樣方式 檢視 通告 或者 供訪 若使用上有任何疑問 歡迎致電學校向校母處職員查訊